哈囉 各位好 我是企鵝 那這部影片呢 是來帶大家看這次花園石 久遠跟逸林鋼彈有帶來哪一些變化 或者說感想 那這次我自己測下來 那我有去詢問一些人 因為我要去確認久遠的事情 久遠我試了好多吧 我大概試了一兩天吧 我 我覺得 我自己感想 我覺得沒有什麼提升啊 雖然說久遠可以快這一首 你知道嗎 他可以快這一首 但快這一首其實 會變成說 如果你這邊提前進一首 會讓整個劇本被打亂 什麼叫劇本 就是其實我們花園石是有一個 大概公式劇本啦 就是我們大概第一首用正宗敲完降榜 第二首正宗去收那個 右上那一隻 然後第三首再用正宗去收左邊那一隻 那這樣的話4P跟1P就可以 進去這個B2的這個 葡萄太郎 並且 那個正宗會有一個槍位 槍位在 會還蠻重要的 但是久遠如果快那一首就會讓 劇本被打亂 當然一定還 當然我有問過一下 他還說他那個是可以解 就是用 M字彈法去解 但是 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劇本一點 因為我覺得 照著劇本打 會比較 安全一些 但是自己個人喜好啦 所以自己個人喜好 那久遠的話呢 他就會把這個劇本打亂 所以會比較尷尬 那你會發現喔 其實像 像 整個花園石啊 從以前的試鎮出到現在啊 就是能上台面的 像什麼 命運啊 翼琳啊 然後 阿垮啊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來幫助正宗的 但是這次的命運他能幫助正宗的成分是比較少 他唯一能說的大概就是那個起爆模式可以讓正宗 從稍微的比較 腿 就是他減速率比較低所以他可以稍微撞比較多下 大概是這樣 但是在更多的時候啊 我覺得這關開落點還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是不會放久遠啦 我自己是不會放久遠 那在劇本來說呢 其實久遠的SS跟 呃 命運的SS 我覺得 或是阿垮S 其實 不會差太多 周回速度來說 周回速度來說 但是以整個劇本來說 應該說以整個穩定度來說 確實是有提升的 因為 對於一些如果你是可能偉王比較苦手的玩家啊 他的那個 他不怕不怕減速幣嗎 加上這個弱點強化 其實對於你後續的一些輔助 或是增傷我覺得都會有幫助 所以他對於偉王 他的這個穩定度是有提升的 但是對於整個 荷魯斯劇本來說 我覺得就是 速刷劇本來說 我覺得並沒有 太大的提升 甚至說就是 沒什麼感覺啦 而且他的問題是他跟真宗 他跟真宗一樣是真宗神器 所以他沒辦法讓真宗吃到這個 鞋子狀態 所以這也是比較尷尬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會想像說 可能在帶 命運一靈 或者說兩隻 兩隻一靈 或是一隻命運一隻一靈的這種狀況 好然後我自己打筆列的時候 我是比較喜歡用橫的方式 我覺得值得其實輸出時候會比較尷尬尷尬的 好 這邊 慢慢敲 然後配上一靈後 你會發現這個血量 這個治癒詐安投資的含金量 真的是 蠻不錯的 以前如果治癒碧可能運氣不好 又多了一個回血手段 就還蠻舒服的 好這邊 先 搓 搓 OK 那久遠的好處 我後來有想到一個 就是如果對於你是正宗不夠多的人 你可以抽出這個四射 就是四個屬性的隊伍 這也是可以 因為你只是求過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求過然後沒有一直走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 還不錯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可以把正宗的數量去降低 但是這關真的還是比較為了正宗去做 我覺得以當時的設計理念來說 至少以現在的角色的強度是這樣 那未來 如果2025 他出了一隻行蹲超獸 然後去讓整個花園石 完全崩壞 那到時候再說 至少10月的時候的環境是這樣 好然後再來這邊 開加工 這個是一些比較 速殺會玩的玩法 但是這邊有個 逸靈跟命運這邊的差別是差在說 命運的鋼彈 他有全屬性殺手 然後加他還有SQ的縮性 所以你在這邊基本上吃樹皮殺人 你是一定有二階 但是 如果是逸靈的話 他吃樹皮殺 他得放在一批 才有這個二階SS 那在一階SS的時候 其實 他的傷害是比較 可能 沒辦法像 這個 命運做得這麼好 所以在這邊 如果你是4P放逸靈 我不會開SS 我可能會留給偉王 就留給偉王當殺招 然後這邊用阿阿垮 其實整個 就是 現在變成就是 這個 這個打法啦 我會覺得已經比較 偏向劇本 已經偏向是 就是我們每個月求過而已 就正常打而已 沒有要追求什麼 就是 打得舒服就好了 不然你這邊4P應該要放命運 你這邊4P放命運 就可以讓阿垮 阿垮大概做到可以兩手離開 B4的這個效果 大概是這樣 好那我們這邊看一下 Join的SS 這邊Join的SS 呢 就給他看一下 含金量 有大號令阿 你可以開得比較 自由一點這樣 那這邊開鯊魚 其實主要就是為了 讓荷魯斯過得更快 那如果那個 B5那個王可以 趕快進去 那當然更好 只是 只是 只是一靈放4P是比較難做到這件事情的 可能真的要用命運才會比較好 我自己打下來的感想是這樣 好 那這邊有個差別阿 如果剛剛沒有把 剛剛如果把 中間那上面那兩隻殺掉的話 其實荷魯斯就會出來 那 久遠的這個號令就會更強 那其實這個號令 因為 以赫魯斯他右下角的位置 這個傷害當然會不好看 但如果他出來的話 其實基本上 一定是可以帶走的 好這邊正中 加速 好 然後再慢慢 帶走就可以了 好這邊 可以敲掉嗎 OK 如果我會怕的話 鯊魚可以 不一定要交代筆列 不一定 因為 你把鯊魚交代筆列 變成說你尾王 可能會少回合數可以去輸出 那如果對於一些尾王 比較苦手的人呢 就 再等於你多 會多大概三回合的時間 可以再去卡點 如果是這隊就真的 像我剛剛講 不用特別太 就是不用 特別太追求那種 就是不一定要開啦 不一定要開 我的感想 好 然後這邊蘇萊塔呢 他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因為這邊的 攻擊編號位啊 左上角那隻 最 最後面 左上角那隻那個 那個小怪 我不太清楚他是什麼 你看現在那隻CD2的 你看這邊大家攻擊 他最後才丟雷射 所以如果你把蘇萊塔 放在 左上角的話呢 你可以做到 即死耐久 主停業是吸得回來的 你可以參考右邊這個影片 這個片段 他可以做到即死耐久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是比較 如果你手練度 可能比較不高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處理 就是可能會讓你回合數 多得比較 比較多一點 可以一直跟他消耗 一直消耗 但是前提是你的 一靈鋼彈得在左上角 好 然後再來來到 王關 尾王 那尾王的話呢 這也是九雲S的一個好處啦 就是他在這邊是可以 不怕減速壁的 然後如果你強化 後續的強化 但這邊的話呢 因為沒SS 所以我這邊決定開正中 好這邊先 算一下 OK 好然後這邊正中SS就不用省 就一樣 這邊快的話就是 趕快把小怪處理掉 你越晚清小怪 你打王就越少 然後這是我一個蠻喜歡的玩法 就是假如說位置是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通常用這種彈法 一定會是加攻 基本上都會是加攻 像這樣 因為你正中二階速度的倍率 跟攻擊倍率是夠的 所以這樣開通常都會直接帶走 更何況你現在還有久遠的 更何況你現在還有久遠的那個鞋子狀態 好然後再來一靈鋼彈 一靈鋼彈的優勢就是 他是克屬 對這個光是克屬 就是一個蠻大的優勢啊 他這邊就是 保一個下限啦 那如果你卡進去基本上都是帶走 就很像之前左切卡進去的那種感覺 就是目屬性天生的優勢啊 好這邊看一下 看一下 角色版 以上是久遠跟逸靈的試用啦 那我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去做 解釋 希望能夠幫到你們 好你看這邊沒卡 卡之後然後用28% 卡卡 砰 這是 一正中一體的隊伍 然後加久遠加阿狂 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再來我們來看到第二個部分 再來來到我們的第二隊喔 我們第二隊呢是 一靈 正中正中一靈 那這隊的話呢 我們前面就是打一個劇本 像以前的劇本就是 二手 打這邊 然後第三手 去殺妖精 然後讓你四五手去進去這個葡島太郎 去做到穩定殺掉那兩組龍的一個效果 那以前的話呢 阿狂可能 就是第五手阿狂可能會有卡不死的狀況 那那時候劇本可能會大亂 那一連的話呢 他可以穩定做到這件事情 應該說這是天聖的屬性優勢啊 這沒辦法 好然後這邊打完後 你會發現二P三P會在槍尾 這個槍尾的話就是來讓我們去卡點的 那這個卡點也不一定是一定會有大傷害 像我這把運氣比較好 剛好頭頂長的愛心 觸發了這個HS 才會有這種狀況 那這是我們最理想最理想的狀況 就是我們五手過掉 好 B2 那後面其實就比較分放一點 就自由一點看狀況 就看一人而一人 看你當時打的狀況 這邊最好的狀況也是兩手清掉軟軟硬硬 不過剛剛那邊位置可能不太不好 所以這樣 好然後這邊的話 戳戳戳 那如果是這隊的話呢 然後你對尾王阿 你的手電路可能不太高的話 這邊鯊魚不定要繳 這邊鯊魚不定要繳 因為你這邊交鯊魚的話 其實 4P不是命運鋼彈的狀況下 其實 沒辦法存到SS 通常我們那邊 開SS是因為命運可以收掉小怪 就他收掉 一次收掉B4那個獅子阿 但是命運 逸靈的話他其實做不太到這件事情 他要做到這件事情其實蠻困難的 好這邊 這邊我還是選擇開鯊魚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開鯊魚好處是為了讓荷魯斯好大啦 因為荷魯斯這裡來說還是 比較相對來說蠻拖的一關 就是相對 嗯比較拖的一個版面 好這邊一個迷輪廓 我謝謝你 好不過沒關係我們就一樣正常打 好這邊加速 夠的 好然後等一下呢 狸貓再開2階 那通常 狸貓2階2 2倍自強化嘛 所以這個傷害都會 不錯看 甚至說你這邊被迷洞庫搞到 或敲不好 或像我這樣 他還是可以穩定射個18%戈合給他 好這邊血量大概剩3層 然後這邊隊伍血量的話 2隻逸靈的話呢 他加的比較像虛血 而不是死血 死血的話 我之前在三陣中 一命運的話 其實可以落在 通常會落在13萬啦 那13萬就可以硬死 因為 命運還有無因耐心 所以你通常開下去你是 吃到幾死的話 你大概還會落在 大概就剩很少 剩不到1萬 但是你會活下來 就你還會多兩回 的時候可以輸出 那1-0的話就不太 比較沒辦法 1-0主要是 那個巨章投資去做到到 就是關卡內穩定血量 就你在打的途中啦 基本上血量會一直是滿的 只是他血量上線會比較少 好 再來來到B5 那B5的話呢 這邊啊 我們剛剛前面有給大家展示過 那個即死耐久嘛 那就記得一樣 1-0放在 左上角 那放在左上角 你一定會活下來 然後這邊 的話就是 也是 稍微看一下那個砲台 那真的危險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用SS 然後直接卡在上面 卡在那兩隻怪上面 左邊右邊都可以 那他這樣射的這個割合砲呢 他就會去對王造整個大傷害 但是呢 他沒有辦法像左界一樣可以穩定收掉喔 因為 他是只有單體的 應該說他只有在射擊範圍內的 所以他開下去 如果他血量還有大概 他滿血的話 逸琳剛在那個割合爬出 他是沒辦法射死他的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如果非常不非常危險 就可以像這樣做 剛剛講過的 像這樣把他卡在 左邊或右邊 然後這樣射 就可以做到割合效果 好 然後再來來到尾王 那尾王的話呢 這邊有正宗的-3SS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這個一批又有SS可以用了 好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兩個加速 所以正宗對於清怪的話 二階 通常是都能夠正常清掉的 通常啦 像這部的話其實就一個 滿碎的狀況 經典殘血 經典兩殘血 變成兩個 叫重打 好 反正這邊就是正宗S 交一交啦 交一交你配合加速基本上都是可以 板子才好 都是可以很好 就是比較簡單的帶走 就是可以比較無腦一點的 好 然後再來這邊的話 天生的屬性優勢 天生屬性優勢 稍微看一下 好 沒卡進去 好 這邊SS 看一下落點 在哪裡 好 GO 好 這邊割合去穩定一些傷害 打保個下限 好 然後再來正宗 這邊來說 一靈用起來就是穩啦 我覺得就是穩定度拉滿高的 所以對於有些可能比較苦手或熟練的話 其實我覺得一靈是可以幫助到你的 以上就是這次一靈的試用 謝謝大家齁 掰掰